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买子学院 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订阅元素基本上都是根据它的xpass css 或者是id 来订阅 使用的方法是fun的elementby 和我们的某一种方式 那么在我们网页测试过程中 我们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也就是弹出了一个 later这种对话框 那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在本地写了一个测试的 html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这个形式是这样的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aliter按钮 大家看在这里提示了一个对话框 这是gms 所生成的一个对话框 那么这种提示信息我们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使用 诱击 然后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去审查元素 我没有办法使用以前的方式 去找着这个对话框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使用另一种方式 去 操作这种弹出的对话框 我们点击取消 确定 这个用手标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就是如何来处理aliter这个对象 那么当我们弹出个对话框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切到这个对话框上 那么切换的方法就是使用 web driver的switch 做aliter 这种方式 切过去 那么切过去之后 我们这个 方法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aliter 对象 返回一个liter的对象 返回一个liter的对象 那么liter的对象 它有下面这几种方法 一个是accept 一个dismiss 和send case 其中accept是确认 dismiss是取消 send case 是只有当我们对话框中 提示框中 有输入框 我们才能使用 否则的话 你使用 就会报错 那么现在我们来切到python的环境下来做一个新闻的练习 我们导入web driver 然后我们 转换键 打开流浪器 然后load的页面 did get 我这个页面 在这放着 c盘下面 他怎么下一个liter .html 能导过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 就要去 点击这个liter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找 好我们先看这个原码 带来看这个liter 他有一个id 是liter 我们就可以直接 查找这个 d的fand element id liter 然后呢 click一下 大家看在这边呢 提示 出了一个对话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切换到这个对话框中 那么我们的 liter 等于 d的 switch to liter 然后我们使用type 来看一下liter liter 它是我们 liter 这个类的一个 实例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 想点击确认的话 我们刚才说了 liter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方法 accept dismiss driver cindicase cindicase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test 这个test就是我们 这个对话框中 这个显示的文字 信息 然后呢 liter 它的webdriver 它的driver就是我们这个webdriver liter 的 accept 这是一个方法 大家来看 我这边如果accept了之后 它这边就接受了 那么如果liter dismiss的话 它自己就会消失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aliter 最简单的一个 使用的方式 那么我这个gs脚本里面 并没有处理这个数值 那么所以说呢 我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练习 是说我们使用webdriver 如何来处理这种对话框 那么同样道理 我们处理这个configure 也是一样道理 只不过是要加个dismiss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对话框 liter dismiss 大家看它消失了 这个对象一直会保存住 好 我们这个aliter 它的一个主要的使用方法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我们遇到了 我们知道如何去使用它就行了 如果是有些 东西不明白 我们可以去看webdriver的 光发文档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